刘赫然在娱乐圈中著名的钢铁直男 经常做出一些令人爆笑的行为 对于女生更是显得情商下线 每每采访到她都会将记者和一众女粉丝气死 被网友称为教科书籍的钢铁直男 凭实力助孤生 自己也直言自己就是直男神美 直男神美 可能说谁整换了一个发型啊 或者说今天描了个眉毛 画了个眼影 我基本是看不出来 在被问的粉丝想嫁给你 你要怎么回答的时候 刘浩然的回答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服啊 强度不服就服你 我今年才二十 犯法 法定男生是二十二 不过今日钢铁直男大转型 晒出一组烟熏装的造型 也是帅诈众位网友 看你们男神这邪魅的小眼神 妖气十足啊 不知道去掩护妖会是怎样一种风格 从一表堂堂的可甜可言的少年 变身妖艳魅惑的男性 这造型转换 也让粉丝更加喜爱他 其实在刘浩然进驻娱乐圈的这些年 也开始了解各种美妆知识 在一段快问快答中 刘浩然的表现也让网友表示 不能再叫他钢铁直男了 看看这熟门熟路的样子 有一种走向美妆博主的感觉啊 看来也是一个精致男生无疑了 娱乐圈终究对刘浩然下手了呀 不过突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也可能因此而扩充自己的戏路了呢 少年 慢慢长路 期待有你啊 今天 就要小帖 再大朋友 谢谢 pandemia 觉得